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宅客宅 我是艾推坑的Jack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到底在马来西亚 有什么渠道是可以购买到正版漫画的 我相信大部分的马来西亚漫游 在开始接触实体书漫画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从本地的天下版以及天人版开始收藏的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翻版漫画 我自己本身也是如此 在中学的时候 从父母给的零用钱 慢慢的一块一块存下来 再拿去漫画店购买自己喜欢的漫画 就这样一本一本的慢慢收集 直到我升到上大学为止 才慢慢的发觉到 原来我从小开始收藏的漫画 其实都是翻版书 从那时候开始接触了正版漫画过后 我才把我的翻版漫画全部给卖掉了 而如今随着实体书漫画的慢慢衰退 很多本地的漫画店 也就是所谓的天下漫画店 天人漫画店 已经开始慢慢的在 一间一间的关闭了 而现在正在看影片的里面 尤其是正在马来西亚的漫友们 通常都会问我 我的漫画到底是从哪里买的 好 那么今天就想透过这个影片 来一一地公开 我所有的漫画购买渠道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 第一国书店 也是我们口中所说的 Kinokuniya 做到在吉罗坡市中心 KLCC Suria的第四层楼 这也是我最早最早开始 接触到的购买正版漫画的渠道 那么在Kinokuniya购买漫画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Kinokuniya是全马 全马拥有最大量漫画现货的书店 在那里除了有售卖日文版 中文版 英文版的漫画之外 也是我们最常购买画集的地方 除了能够清零书店选购漫画之外 我们还可以闻闻那里的书香 nice 而且在那里购买漫画 或者是任何的画集 你都可以在那里的柜台 让公众人员帮你拆封 你想要选购的漫画以及画集 你可以翻阅了里面的内衣过后 你才决定你要不要购买 除了有大量的现货 已经非常齐全的漫画之外呢 如果你像我这样 时常会要开箱漫画分享给大家看的漫游 集国书店可以算是你最快的渠道之一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集国书店也是全马最贵的渠道之一 大众书局 Popular 我想身在马来西亚的各位 应该没有人没听过吧 Popular应该是全马最大的连锁书店之一 不管你身在马来西亚的哪个地方 应该都是最快可以购买到书籍的书店 那么Popular也不例外 在近几年Popular也在慢慢的扩大了漫画部门的规模 除了非常方便 有少量的现货 可以预定之外 Popular也是尖端出版社在新马的总代里 如果当时候再加上当季的优惠 那么尖端版的漫画绝对是全马最便宜的 就比如说灌篮高手的完全版 以及直接推出的灌篮高手点藏版等等 都可以在Popular用最优惠的价格购买到 由于Popular的门市 有少量的漫画的现货 那么有时候你也可以在门市里面挖到一些绝版书 如果你在Popular的门市没有看到你想要购买的漫画 那么你可以在Popular的网站上 或者是在门市那里向工作人员询问 以及预定你想要的漫画 那么Popular的缺点是什么呢 由于Popular是在全马都有各大的分行 所以为了维持书店巨大的开销 在漫画的售价上会偏贵一点点 而且也不是每一间分行都有漫画的这个部门 那么第三 城邦数据 城邦数据也是可以算是我 最长接触的一个渠道之一 那么城邦可以算是马来西亚 漫画购买的渠道里 漫画价格最低的一间书店 虽然城邦数据是有门市的 可是通常我们都会在它的网站上面购买 或者是下单 如果网站上面没有找到你想要的漫画 你们也可以电邮他们的客服 让客服帮你建档你想要购买的漫画 它的缺点呢就是 在建档的过程中会比较缓慢 那么如果当你想要购买限定版的漫画呢 城邦是不会帮你建档的 当然你还是可以购买得到啦 只是说那个过程会比较慢 那么城邦的到货期限呢 也是非常的稳定 通常都是在下单过后的一个月 你就会收到了 可以算是马来西亚的漫游们 最喜欢用的渠道之一 有电 没错 这间店的名字就叫有电 有电呢是一间网络书店 虽然他们也是有办公室 可是办公室是不对外开放的 除非你是想上门取货 那么有电呢 也是马来西亚最便宜的购买漫画渠道之一 有电呢 除了是全马唯一一个 拥有手机apps的网络书店之外 它也是建党最快的书店 除了可以提前预定即将出版的漫画 以及限定版漫画之外呢 有电也是全马唯一一个 可以购买到限制级漫画的渠道 那么我提到的这一点 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马来西亚在对于限制级书籍的进口管制上 是非常的严格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有电 购买到我们想要的限制级漫画呢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福音 好那么讲的那么多的好处 那么有电有什么缺点呢 有电的唯一缺点就是到货速度会比较慢 到货速度通常都会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 那么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如果你购买的书籍是预定的书籍 那么这个预定的期限是不可以算在里面的 一切的发货速度都是要以出版社出版当天为准 好以上分享了四个我购买热慢的渠道 那么接下来我就来分享一下购买港慢的渠道 好第一个购买港慢的渠道 港慢天下 港慢天下是一个私人Facebook经营的代购渠道 除了价钱功劳之外呢也是一个可靠有信誉的卖家 只要有你想要购买的港慢都可以在港慢天下预定哦 好金信 金信是一间书店 在Belakon跟Jalan Sultan都有它的门市 那么门市除了有少量现货之外呢 你也可以透过WhatsApp来订购你香港的港慢 价钱方面呢应该会比港慢天下稍微来的便一点点 可是对于不是居住在吉隆坡的朋友们呢 这个渠道就可能没有那么方便了 好第七KH漫画房 KH漫画房呢算是我的私心推荐啦 它是我的一个朋友 刚刚创立的一个面子书专业 虽然是一个比较新的渠道 可是是值得信赖的卖家 如果你有想要订购或者想要带购的漫画呢 也是可以通过KH漫画房来帮你带购哦 除了算是我的朋友而私心推荐的渠道之外呢 有越来越多的购买漫画渠道 对于买家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因为有了各种不同的卖家 就有各种不同的良性的竞争 在价钱方面肯定会越来越优惠 那么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不管大家在哪一个渠道购买漫画 都必须要先货币三家 那么一定要找到你满意的价格 满意的服务 才汇款下单哦 那么接下来就分享我私心推荐的 二手漫画购买渠道 评划除了是可靠的 有幸运的卖家之外呢 它所售卖的二手书呢 通常都会是经过整理的 除了在厨丁以及磨编的服务上面呢 评划通常都会把漫画 再包上一层崭新的包住纸哦 让一些比较老旧的漫画呢 在经过翻新的这个动作过后 就会变得比较新颖 可是它的缺点就是 售价会比一般的二手书籍来的贵哦 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嘛 00二手书房也是今天介绍的 最后一个漫画购买渠道 跟平漫画一样 也是一个经营了非常久的 二手漫画面子书专业 除了二手漫画之外 00偶尔会会卖一些新出版的漫画 那么与平漫画有所不同哦 00所售买的二手漫画呢 就会趋于平价 当然也是未经处理过的漫画啦 如果想以最低的价格 购买到你所想收藏的二手漫画 00绝对是你的最佳选择之一 那么我相信 把一本老旧的二手漫画给亲手翻新哦 也是一个令人非常享受的过程哦 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翻新我自己的二手漫画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好那么以上就是我所分享的 九个购买漫画的渠道啦 那么相信看完这部影片的你 也是会有一些收获 关于我影片开头所提到的翻版漫画 我相信应该还有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 依然在购买这翻版的天下漫画 或者是天人漫画 那么是什么原因 让我把我小时候所收集的漫画 全部卖掉 并开始收集正版漫画的原因哦 我想在下个影片 跟大家好好地来聊一聊 翻版漫画跟正版漫画的分别 到底在哪里 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所有内容啦 希望可以解决到 大部分的人对于漫画购买 取到的一个疑问哦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你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都会意义回复 那么在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在影片底下帮我点个赞 如果你还想看到更多我的分享 我的开箱 以及更多对漫画的讨论 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我是爱推哥的Jack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 拜拜